从明天开始,RON97汽油价格上涨一些,RON95汽油价格以及柴油价格保持普遍 我国今天的新增病例达到惊人的数字,高达6075起 其中雪兰额占了2251起,其次是楼佛699起,吉隆坡660起 卫生部指出,今天共有46起死亡病例,累计2040起 另外今天有3516人康复出院 目前,我国还有47340起佛月病例,其中有559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303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里伊斯曼萨比宣布,从21号开始,位于楼佛社古来的UTM工艺大学将落实加强行管令,直到6月3号 伊斯曼萨比发文告指出,卫生部是在工艺大学展开346项病毒检测,发现有49起确诊病例,其中涉及宿舍以及当地的医疗中心 另外,马六甲野心江湖巴马当都浪,霹雳州打发江湖巴巴卡塔以及沙巴古纳马太国中,因为疫情受控,因此将如期结束加强行管令 联昌银行以及联昌回教银行将在行管令3.0期间继续为受害者受影响客户提供财务助记援助,作为在疫情期间减轻客户现金流负担,持续承诺的一部分 有关援助包括提供给M40群体和其他受影响客户的贷款和融资重组与延期计划 联昌银行初请需要帮助的客户与他们保持联系,以讨论合适的财务救济方案 并向客户保证,所有的财务援助都不会影响客户的中央信贷情报资讯系统状态 截至5月中旬,该银行已经为大约16万名个人与中小型借贷者 提供了总额超过211令吉的财务款项救济援助,批准率为百分之百 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民众,可以浏览官网获取更多的资讯 科医部长凯利指出,我国会逐月增加疫苗接种数量 有幸先可以在今年底完成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另外他强调,所有州政府可以购买中国科兴疫苗 但必须优先让中央政府购买1200万剂 之后才开放给其他州属购买 凯利表示,按照目前的接种速度的确会耗费更多时间 不过,我国会从6月开始加速疫苗接种速度 因此他相信可以在今年底完成疫苗接种工作 至于滨州首长曹关友指中央政府阻止私人公司 捐献中国科兴疫苗给滨城的事件 凯利表示,经过该部的官员和疫苗供应方联系后 没有发现有关的事件 早前,沙拉越失误一名警员在同僚的住家离其中枪身亡 涉案的一名警员今天被控上失误地庭面控 而其他两名在场的警员已经获得释放 转为起诉证人 嫌犯在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 案件则定在7月6号过腾 嫌犯今天出庭的时候没有代表律师陪同 根据控状,现年28岁的嫌犯 涉嫌在这个月6号在石屋博麦花园的一所住家 开枪击中死者的诱饵上方当场死亡 据了解,25岁的死者诺哈林来自彭亨 在石屋防范罪案及社区安全组的大型摩托巡逻队 任职大约一个月 警方当时接破投报后 立即赶到现场逮捕三名警员 而涉嫌开枪的警员也被警方二度掩扣 马六甲已对双胞胎昨天傍晚和一名朋友 结伴到一座肝膀的水塘细水 不料乐己生悲 三个人当中只有双胞胎哥哥 逃过一劫保住性命 其他两个人则是不幸逆弊 马六甲消诊局昨天晚上接破投报 大约在晚上9点抵达事发现场 展开搜寻 出动20名消诊人员和4名警员 双胞胎弟弟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溺斃 另外一名朋友则是下落不明 消诊人员今天早上大约9点35分 在巡迫第一名死者的水域范围经济失踪 海童的尸体漂浮在水上 并由搜住人员打捞上来 马六甲消诊局局长 Zukai Rani指出 根据民众提供的消息 三名男童在距离住家范围 1.6公里外的水塘细水 不料双胞胎弟弟不幸逆水 哥哥随后赶紧回家通报 在吉兰丹 有部罚人士雇用罗里斯基运送津贴 使用油到中转站 企图转卖到灵活牟利 结果遭到贸销部官员识破伎俩 一举倒破 吉兰丹贸销局执法组主任 Azani Sam指出 当局联手水警部队 在昨天展开一项执法行动 从下午4点开始 执法人员从发望生 以路追踪设施罗里 这辆载有津贴食用油的罗里 从丹纳美拉靠近边界的 甘崩阿耶巴都方向险进 执法人员之后在傍晚6点 拦截两辆罗里展开搜查 发现有关的罗里 载有多包1公斤包装食用油 总计5440公斤 市值大约13600令吉 因此联同罗里一并冲工 并逮捕设施的罗里斯基 根据初步调查 路网的罗里斯基年龄50多岁 是受聘运送津贴食用油到中转站 而酬劳方面 则是每箱1公斤包装食用油 赚取1令吉50仙的劳工费 目前当局援引1961年 供应控制法令调查此案 尽管新冠疫情使得商业环境充满挑战 不过我国的人寿保险领域在去年却有所增长 相较于2019年总保费增长5.3% 达到434亿令吉 与此同时 提供保险金额同比增长4.3% 从16000亿令吉增加到17000亿令吉 赔付支出116亿令吉 比起去年同时期下降3.1% 残疾和其他方面的赔付支出 同比增长6%和13% 预料索赔额同比下降8.7% 达到45亿令吉 占去年总索赔额39% 另外 基于国内众多经济活动已经重新开放 加上全国疫苗击中计划的实施 马来西亚人寿保险协会 对于未来几个月的行内表现 抱持乐观态度 最新一周的燃油价格已经出炉 从明天开始 RUN97汽油价格上涨一线 RUN95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保持不变 从5月20号到5月26号 RUN97汽油价格将上涨到每公升 两令吉60一线 RUN95汽油价格 为时在每公升两令吉零母仙 柴油价格 为时在每公升两令吉15仙 政府今年放宽禁令 让主统饭业者 在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下 在行管令期间营业 有业者表示 行管令让他们的主统饭 受到当地人的亲爱 业绩不仅反省 主统饭是马来同胞在嘉节期间 享用的传统美食 在通往各州的大道 一滩又一滩摆在路旁的主统饭 已经成为我国一道特殊的风景 来自斯美兰波德森的主统饭业者 摩哈曼·苏海密表示 波德森是通往马六甲的主要大道 当政府收紧跨州禁令后 反而吸引更多不能回向的当地人光顾 生意比去年还要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亚洲多个国家的新冠疫情 近日来出现反弹 驻连越南也不例外 不过 东南亚运动会联合会决定 即将在11月21号到12月3号 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运会 还是会如期举行 大马奥林匹克理事会指出 东南亚运动会联合会医药委员会 已经受指示 联同主办方制定河内东运会的防疫措施 以降低比赛期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此外 各国的奥林匹克奥委会 也更新各自国家的疫情 东南亚运动会联合会办公室 将会每个月主持会议 整理各国的疫情最新进展 并负责接收2021年越南东运会 以及2023年柬埔寨东运会的进展报告 新闻结束前 带领到英国伦敦的 维多利亚与埃尔伯特博物馆 看看以爱丽丝梦有先进 为主题的特别展览 我是戴靖航 在这里也提醒您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记得时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我们一起战胜疫情 再会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